防止移工朋友因为群聚而造成疫情传播 预分局第三组长林国民以及警员陈一涵 透过访试辅导方式来到玉里两家老人安养中心 展信沙石场以及格权食品等雇用较多移工公司 加强宣导 希望移工朋友能够继续遵守政府相关防疫规定 以及落实防疫措施 因应国内疫情受到Omicron新型变异株变毒威胁 玉里地区居留外桥大概有450人 其中以印尼籍家庭监护工为大宗 越南籍移工都已经接种第三剂疫苗 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以及花林县政府所公告的各项防疫资讯 以移工母语透过跨国劳动力权益维护网站 LINE一点通脸书等多元宣导管道 向移工雇主宣导包括宿舍防疫指引 疫苗预约方式以及施打地点 简讯时连制等重要资讯 透过自己熟悉的语言管道 加上多种社群网站了解最新的防疫资讯 防止移工朋友因为群聚而造成疫情传播 玉里分局第三组组长林国民以及外事业务承办人警员陈奕涵 透过访市辅导方式来到玉里两间的老人安养中心 展信沙石厂以及格权食品等雇用较多移工公司来加强宣导 希望移工朋友继续遵守政府相关的防疫规定 以及落实防疫措施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